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南巡行程引关注 根据央视报道 习近平今天上午转赴深圳考察 在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参观大潮起珠江 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 而这则是习近平广东之行的第三站 回顾习近平这次的广东考察行程 从22日开始首站来到珠海 考察横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员和格力电器公司 强调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必须靠自力更生奋斗 随后习近平在昨天上午出席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 下午则赴清远市所辖英德市电子商务产业员考察调研 了解当地以电子商务盘活特色产业 以产业发展推动精准扶贫的情况 另外根据英国BBC中文网稍早前引述消息人士的报导 习近平此行还将前往深圳前海经济区 新闻时事报记者顺利山整理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